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分析师Cecelia Chen 7月4日澳联储公布的最新一次的利率决议 决定维持目前的利率水平4.1% 那么大家都知道从去年5月以来 澳大利亚已经累计加息4% 这一次暂停加息也是澳大利亚本轮加息 周期以来即今年4月之后的第二次暂停加息 那么我们关注到澳元对美元货币队短线是迅速的走低 那么这次利率决议是否属于出乎意料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澳洲本地的ASX利率预测工具 那么利率决议公布的前一日 预计利率保持在现有4.1%的概率差不多是84% 那么仅16%的概率预测利率上涨 因此可以说这一次暂停加息的决议呢 并非完全出乎意料 此外要知道啊 6月美国方面呢也是暂停加息了一次 而我们此前也数次的提醒到 澳大利亚的利率决议以及政策上呢 会观察并且着重考量美国方面的动态 那么除了美国市场的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支持本次7月澳联储暂停加息的原因 那么最为主要的原因啊 其实呢就是此前的加息呢 已经有所成效了 那么在澳联储本次的利率决议声明当中啊 同样也是提到了 月度的CPI物价水平最高峰的时段已经过去 而且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啊 也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舒缓 具体来看 首先呢是澳洲目前的月度物价水平 澳大利亚五月月度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增速5.6% 这是自2022年4月以来物价增速最低的一次 那么自去年12月增速达到8.4%的巅峰之后啊 月度物价数据基本上呢 就一直保持着持续连月下降的趋势 这说明澳大利亚加息最根本需要应对的物价通胀问题 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解决 那么这个数据呢 也是本次支持澳联储放缓加息节奏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接下来看劳动力市场 此前我们反复提到啊 澳联储始终最为担忧的就是薪资物价螺旋效应 劳动力市场使得薪资上涨 市场缺乏劳动力 那么发更高的工资也推动物价不停的上涨 那么通胀呢也无法解决 那么这个数据呢 近期也是终于迎来了好消息 那么2023年5月职位空缺减少了2% 连续第四个季度下降 此外呢 澳大利亚在未来的一到两年也将迎来大批的移民 帮助解决技术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舒缓本地企业的用工压力 受到消息影响啊 澳元兑美元短线是快速的走低 而澳股呢 则受风险偏好的提振呢 却有望上涨 消息公布后的半小时啊 澳股200指数是上涨了0.56% 而澳元兑美元货币呢 则是下跌了49% 我知道很多投资者啊 也非常关注最近的澳元兑人民币 此前6月的时候 澳元兑人民币呢 一度是触及到了今年的最高点 4.9本次澳洲暂停加息的消息的半小时后啊 澳元兑人民币也是有所下跌 下跌了0.52% 以澳元呢 目前可兑换4.8左右的人民币 我们表达的核心观点是呢 在澳洲维持高利率 且后续还有概率加息 而中国则是降息 刺激经济的情况下 澳元兑人民币在4.8水平呢 还是有比较强劲的支撑的 短期内呢 不太可能回到此前4.5到4.6的水平区间 后续呢 澳洲方面可能也会像美国采取的策略一样 鹰派暂停加息 这也就是说 尽管本次澳联储不加息 但是在后续加息的态度上呢 央行行长啊 大概率仍然会有所表示 通过加息的预期 来进一步调节市场的通胀 那么后续投资者呢 可以关注澳联储货币决议的会议纪要 以及澳央行行长 菲利普罗的讲话当中 寻找更多的线索 那么澳联储对于后续利率的态度 强硬与否也将进一步影响澳元 以及澳大利亚股市的走势 那么好了 今天就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最新的市场解读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加转发 谢谢